各位法師 各位居士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 一起來探討大致人JEN48 觀試念觸品 某盒波羅蜜精 這一品雖然是稱為觀試念觸品 但是其實它的內容 很廣除了四念觸以外 還有 其他的三十七道品 的內容 另外還有提到 佛的功德 有實力 事無所謂 事無外置 十八不共法 另外還有提到四十二字門 這些的 那上次我們把 經的部分 談完了 我們 很快的把四念觸的地方 再稍微複習一下 請看 講義 13554頁 13554頁 三十七道品 是摩合眼 就是大聖 那本來三十七道品跟三解脫門 這是二聖修學的法門 那為什麼也稱為 摩合眼 稱為大聖呢 主要是 菩薩要修學 一切法 除了菩薩 本行的 六波羅蜜之外 那二聖的 一切法門 菩薩也要隨分修學 也要學 但是學 需要以三心相應來學 就是 發無上菩利心 還有大悲為上手 無所得為方便 以這三心 來學二聖法 那學可是不正 不正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不墮入二聖的國位 佛的功德 實力 事物所謂 十八部功法等 菩薩 他也是要隨分學 所以這個地方 主要是說菩薩也要修學 上七道品 但是也不可得顧 雖然是 試念處 上七道品等 但是 有一些微妙的差異 我們可以稍微點一下 首先談到 總標試念處 菩薩 內身中 尋身觀 義無身覺 就是不要 覺得說我在 行身念處 對身有這樣一個 執著 義無身覺 在論的地方還會解說 以不可得顧 就是以不可得空慧為方便 來修 試念處 深受刑法 都是如此 別是 身念處 這裡 試念處都是要 觀內外 還有內外 有關於內身的部分 首先就提到 身的四種威夷 行住坐臥 都要正知而住 再來 就是 來去醫食 睡眠覺醒 或者言語靜默坐禪 經常要一心 接著 談 細心觀習 提 這個提 主要就是 剛剛是調身 這邊就要調習 調習在論的地方有提到 十六聖行 我們待會再談 調身調心 之後 接著觀身四大 有人會執著 有身會貪著身 那這裡 主要 引導 修學者 觀身 只不過是 地水火風 四大甲河 不要執著有一個 失我 再來觀內身 有三十六種不敬 不要貪著 那觀三十六種不敬 主要人還活著的時候 比較 觀察力敏銳的 他可以觀內身有 三十六種不敬 但是 有的稍微 根比較鈍的 不容易 起厭禮 所以有的就觀外身 敗壞 就是觀 死 死人的屍體 有九 九項觀 清淤 膨脹 容濫 等等 一直到散壞 其他的 其他的 四正琴 四足一族 五根五立 七絕之八 正道 這個都是要以 不可得為方便 來修學 因為三十七道品 之後 提到三解脫門 空 無相 無作 大品伯爾經 有些地方 他是共二聖的 不過有些地方 他含有大聖的特色 像空三昧 空三昧如果是在阿涵 或者是 大必菩薩論 所談的空三昧 主要是 吾我吾我所 在講義一三五九頁 大聖的空三昧 他是 主動在 諸法 自相空 或者是自信空 強調在自信本空 無相三昧 如果是 僧文或者是 阿必達摩的話 是提到十種相 離男女相 離色身相位處 還有離身處滅 這些相 這些相都 不要去執著 如果是大聖的話 即使修善法 那個善法的相也不要執著 就不限於這 十種相而已 無作三昧也得翻成 無怨三昧 主要就是 不照作三獨 不怨受厚有 如果大聖的話 於諸法中不作願 包括 以有相心 來執著說 我要度一切眾生 我要沿途熟生 莊圓佛土 有所作願 來修一切法 也要避免這樣的執著 都是以不可得 顧 十一字 前面十字是共 二聖的 第十一個儒十字 是為佛不共 那另外第七祖 三五漏根 也是磨合眼 這個是聖者以上的 為之欲之根 知根 職者根 另外有絕有觀 無絕有觀 無絕無觀三昧 這是共生文的 另外還有十念 如果以不可得為方便 來修十念 也是大聖 另外以不可得為方便 來修四禪乃至九次第平等 也是 大聖 另外佛實力 佛實力其實在阿比達摩 那邊也有提到佛實力 不過這裡 摩河眼 就是 波爾經這邊 又提到佛實力 十無所謂 事無愛智 這些有的都是 僧文那邊也有提到的 十八不共法 大必佛哨人也有提到 不過 有一些 內容 大聖的說法跟 阿比達摩論施的說法 有稍微的不同 詳細的 大家可以執行參照 接著我們看論的解釋 論 比較詳細 是在 解釋試念處裏面的 深念處 請看講義 1363頁 37道品是磨合眼 別式試念處 首先 外人 提出九個問題 一起提出來 論主一個一個 來回答 首先外人提出第一個問題 事念處 就是身 受心法 有種種觀 那為什麼我只有說 十二種觀呢 就身念處 它有觀 內深 外深 內外深 有三種 受 有內受 外受 內外受 心也有內外內外 法也有內外內外 所以 深受心法各有內 內外 那一共有十二種觀 那第二個問題外人就問 那什麼是內 什麼是外 如果內 也觀了外也觀了 為什麼還要 再說 內外觀呢 第三個問題 試念處中 在外人的想法 深受心法 這個心念處 它是 對應於 這假如五運的話 它是屬於四運 如果是 對應十二處的話 它是屬於意根 對應意根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帶 532頁的講義 那個運處界的對照表 那個很好用 劍十九 相偽觸法這才是屬於外 內六根外六成 所以外人認為說 心念觸這是內法所設 也就是意或者是世韻 或者是意根所設 是屬於內的 外人會覺得說 那明明是內 為什麼經中還要關外心 還有內外心 主要提出這個問題 另外外人會覺得說 受念觸跟法念觸 他認為是屬於外 是外法中設 所謂受與法 這怎麼說呢 受念觸 受念觸主要是感受 我們感受有苦受 熱受 喜受 憂受 捨受 這種感受 或許有人認為這感受 是我內心歡喜 或是苦痛 應該是內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外人會說 這是屬於外呢 這個主要是 受如果在五孕的話 它相當於哪一孕呢 受孕 受孕如果對照十二處 我們看一下 受孕如果對照十二處 它是屬於哪一處 法處 法處 法處是屬於六外乘 所以是屬於外的 屬於外法 另外 法念觸 法念觸包含哪些呢 主要是想 行 還有無違法 無違法是五孕之外的 五孕通通是有違法 那無違法 它是含設在法處裡面 也是屬於外的嘛 那另外 想跟行 想運 跟行運 這個如果對照十二處的話 它也是屬於法處嘛 對不對 所以法這個是屬於六外乘 也是屬於外 所以外人 它從這樣的配對 它主張受孕處 法念處 都是屬於法處所設的 應該是屬於外法 所以它主張二念處是外 那麼一念處是內外 這個就是深念處 深念處 外人主張 內外法中所設 深念處它就是 主要是色運 那色運包含哪些呢 有五根 五鏡 五表色 五根 就是十二處裡面 眼耳鼻舌深 這屬於內六根的前五根嘛 屬於內的 這是屬於內的 那五鏡 五鏡就是色身相位處 這屬於外乘 六層屬於外的 所以他們認為說深 如果從五根來講 那是屬於內所設 如果從色身相位處來講 那就屬於外所設 那五表色是屬於法處所設 這也是屬於外 所以外人主張 深念處應該是內外都有 不屬於內不屬於外 那為什麼說深受心法 都是要觀內觀外還有觀內外呢 這是外人的疑惑 第四個問題 如果說深念處觀深不靜 就講觀深就好 為什麼要說尋身觀 這個尋我們上次說過 它有兩個意思 尋就是沿著順著 有這個意思 或是隨著 另外呢 它就是有屢次經常重複 就不斷不斷的來觀 有這兩層的意思 第五個問題 那觀深應該有所緣 那為什麼又說不深深覺呢 第六個問題 那為什麼又說情精進一心 這個在一三五四頁 總標這個地方 就提到 內身中尋身觀 亦無深覺亦不可得固 外身中內外身中也是一樣 情精進一心 除世間貪憂 不然就問 那三七道理 每一個法你都要精進 也要一心修學 不能三心兩意 那為什麼只有在四念處這個地方 特別要談一心 第七個問題 如果修行四念處的時候 一切五蓋都應該去除啊 我們要喝五欲去五蓋才能夠得禪定 那五蓋 那五蓋 有貪欲 稱慧 睡眠 吊鬼 疑 這五個都要去除嘛 那為什麼只有說除貪呢 吳蓋 所以說除貪欲呢 萬人又主張 世間的喜也能夠妨礙行道 為什麼只有說除憂呢 就是像第三禪 第三禮禮禧妙樂 第二禪它是定生喜樂 如果說太過歡喜的話 有的人睡不著 有的人太歡喜 它沒有辦法達到穩定 對智慧的觀察等等 憂太過傷心睡不著也有 太過歡喜睡不著也有可能 修學佛法也是如此 所以萬一提出來說 憂跟喜都有可能妨礙行道 為什麼只有說除憂呢 除癱跟除憂 第八個問題 觀身法種種門 觀身 我們可以觀身無常 苦 空無我 那為什麼只有說觀不靜呢 第九個問題 如果只有說觀不靜 那為什麼又要念 身是威夷 身是威夷 這個是在前面經 一三五四頁 第一項 菩薩摩薩 行時之行 住時之住 坐時之坐 臥時之臥 就行住坐臥 念念都很清楚 你現在在做什麼 如身所行 如是之 現在做什麼 現在很清楚 那外人是說 你觀身 既然是 著動在觀不靜 那為什麼還要再去念 行住坐臥呢 行住坐臥 行住坐臥 一般人也都 都了知行住坐臥 為什麼 這個事情很容易了知啊 為什麼還要特別 拿出來探討呢 何足問 這個問出了詢問 問案以外 也有追究 論案探討 種種意思 行住坐臥 這個事情很容易了解啊 那有什麼 值得必要再想加考察探討呢 好 論主以下一個一個的回答 首先答第一問 只說十二種觀的理由 是十二種觀 深受心法 分別觀內外 內外 行者 因為這樣的十二種觀 可以得到定心 先來三種邪行 有內外 內外 破三種邪行 所以有三種正行 那三種邪行呢 有人著內情多 著外情少 下面舉例 譬如有人 為了自身 這就著內情比較多了 也得 自己 顧自己 那 如果說碰到 危急的時候 自己先逃命 為了自身 故 能捨妻子 親屬寶物 甚至寶物啊 其他都不要了 有一條 寶貴的性命 比較重要 這是著內情多的 碰到這一種 那就要強調 觀內 觀內深 那另外一種人 另外一種人相反 是著外情多 著內情少 下面舉兩個例子 譬如說 一般人來講 要嘛就貪財 要嘛就貪色 那有的為了貪財 或者說為了拚命賺錢 一天上班不止八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不眠不休的等等 那把身體弄壞了 是不是 為了賺大錢 為了外 但是把自己的 內在的 不顧死活 但是賺了很多錢 到老的時候 身體不行了 又花了很多錢 想要再買為健康 那問題 有時候買不回來 那嚴重的話 有的還會喪失性命 這是貪財上身 那有的為了色欲 也不要命了 而身亡 所以第一個呢 是要命可以不要財 第二個呢 是愛財可以不要命 這也是相反的 各位屬於哪一種呢 第三個 著內外情多 他又愛財 又愛命 這兩個都有 這個就要內外一起觀了 這內外 不但愛之餘的命 愛財 愛妻子 種種寶物 那為了對峙這三種邪行 所以要三種正行 深受刑法都要關內外 還有內外 接著答第二問 Y的問題是說 那什麼是內 什麼是外 那內外關了以後 為什麼要另外說內外呢 好 首先 首先先談 什麼是內身 外身 這個在卷十九 那邊有詳細的談過 在角柱五十 這裡有個表 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深受刑法 首先 定義內身跟外身 所謂內身就是自己 外身就是別人 關別人 這叫他身的名為外身 第二個解釋 酒受入名為內身 酒不受入名為外身 那我們看一下角柱四十九 酒受入 那九種呢 就是現在的福根式成 式成就是色香味醋 那根有淨色根 或者稱為聖意根 這是不可見的 比較維繫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福成根 也就是這裡所說的福根 那 這屬於現在的色香味醋 這樣的福根式成 還有五根 五根就是眼耳鼻塞身 這九個 那是屬於內色 它能夠感受 而產生視 顧名內有受色 就是有 這幾種有直受 有感受 那有感受 這個就是稱為內身 那不受 結果沒有直受的呢 就是過去 還有未來的事成 色香味醋 還有五根 雖然是內色不能生受 那這個不明為直受的色 也不明為根 所以根主要是眼耳鼻塞身 這些也名為根 所以內身 這比較從有直受的就名為內 那沒有直受的就名為外 另外 顏等五情 就是眼耳鼻塞身 名為內身 那色身向外處 這五成 就名為外身 如是等 分別 內外 那我們對照 角度五十 內身就是內 外身就是外 五情是內 五成是外 因為在卷十九那邊 談的比較多 四大是內 四大所造色是外 那覺苦樂 有這種感受是內 不覺苦樂 那就是外 自身是內 外人 還有事物 田宅 妻子等等 這都是屬於外 那受的話 心受是屬於內 就是心的感受 那身的感受 就把它歸於外 那意識相應的受就是內 那前五式相應的受就是外 還有從內六根所生的受 就屬於內 那外六成 隱身的 這些感受就屬於外 細的感受屬於內 粗的感受屬於外 那圓內或圓外 所生的受 就分內外 108受 這在卷十九那邊都有提到 就眼耳鼻舌生意 那分別有喜壽 幽壽捨壽 六根就有三種壽 就有十八種 那這十八種壽 又有清淨的 跟染污的 那乘以二 就有三十六 那三十六又 每一個又分成過去 現在未來 又乘以三 一共有108 這是屬於內受 其他的就是外受 心 有圓內所生的 圓外所生的 那意識的心 還有五識 就屬於外心 色心就是內心 亂心就是外心 內五概七絕之相應的 屬於內 外五概七絕相應屬於外 法的話 圓內 那就是內法 圓外或無違法 不相應刑法 這屬於外法 那心所法屬於內 無違法 不相應刑法 這是屬於外 詳細的話 大家可以 參照卷十九 所以外人問說 深受心法 有的屬於內 有的屬於外 為什麼都有內外 還有內外呢 這在卷十九那邊已經有定義了 接著外人又提一問 那內外觀完以後 為什麼要別說內觀外觀呢 底下就提到觀法的次第 首先內觀 行者先以不敬 無常 苦空無我等 智慧 觀內身 所以觀內身 不先以不敬 身 一樣可以觀無常 苦空無我 不得視身 好像 這個身 好像是比較美好的 它是清靜的嗎 它恆常不變嗎 它是永遠快樂的嗎 它可以有自主主宰嗎 這個我就是有自主主宰的意思 它是真實不虛的嗎 結果仔細觀 這身其實是不敬 無常敗壞 是苦 無我 是空 那內以記不得 我們再記一步觀外身 那外身 不管觀外人也好 或者是觀外的五臣 觀四大照射等等 那有清靜 常我樂時嗎 其實仔細觀察這些也不可得 那觀內觀外以後 為什麼還要同時觀內外呢 有的人不得 常我樂時以後 變身疑 我觀內的時候 注意集中在裡面嘛 疑外或許會發生錯誤 觀外的時候 疑內或許會有錯 那現在內外一時俱觀 同時的觀內外 那 究竟的考察 一樣 常樂我敬 這些都不可得 那這個時候心得正定 知道身 那是確實不敬 無常苦控無我 如病 如雍 雍是腫陽 或者如瘡 九孔 有很多的誤會 九孔的眼睛有兩個嗎 兩個耳朵 兩個鼻孔 一張嘴巴 還有大便道 小便道 一共有九孔 四尾形側 側就是廁所了 那我們的身體都是到處留著不靜 就好像什麼 流動廁所一樣 行動可以行走的這個茅厝一樣 那我們的身都是不靜 不久破壞離散 靜滅 最後還會死亡 這身經常飢渴寒熱 還有鞭臟會痛 每時候還會被綁 被關 罵力毀謗 就厄罵他毀謗 老病等諸苦 經常圍繞 不能夠自在 逆空無主 做不了主 沒有實在的 知者 見者 做者 受者 因為佛教講無我 一切的都是 只不過是 元己信空的諸法因緣合而 而組成五印身而已 就是空的五印諸法 甲合 有這個身 而這些法自生自滅 無所細數 猶如草木 就好像說 並不是人為刻意去栽種的那些草木 不會說故意去施肥 種種 全憑他 因緣合合而生 因緣離散就滅 那這些五印等法 非細數於我 沒有細數 也不能靠神我的意志說 我要令他如是 不令他如是 沒有辦法 沒有他力的人為因素 聖滅 全憑法的因緣 事故內外 舉官 所以說 官內 官外以外 還要內外同時舉官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剛才提到了 就是 為什麼釋法都說內外還有內外 其他的內外也能如十八空中說 十八空 裡面有提到內空外空內外空 那邊有定義 內外還有內外 第四個問題 官身就好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 尋身官呢 尋身官者 尋水觀察 尋有一個隨著 這邊官完以後 沿著順著 從腳下一直官到 頭頂毛髮等等 知道 身都是不靜的 也會衰老病死 但壞 他是污秽 臭秽的 骨 肢節都會腐敗 磨滅貴徒 像我們這樣的身 只不過是外表 覆蓋一層薄皮 令人家迷惘狂惑 這幽腦畏懷疑無法形容 不可言喻 以事故如身向內外 官內不靜 官外 死事也是不靜 水族本末觀察 從生到死 或者是從剛死 一直到最後磨滅貴徒 這個有他的次第 有本有末 就順著他這樣 仔細的觀察 所以 從下到上 從內到外 從生到死 從本到末 這樣子仔細的觀察 身不靜到 到敗壞到老死 仔細的觀察 所以這個叫 尋身觀 第五個問題說 那為什麼觀身而不生身覺呢 不生身覺者 不取生意向 或者是意向 而生細論 像在阿含經裡面 也有提到 有的眾生 执著 十四無忌 裡面也有提到 命與身是同一的 或者命與身 是相異的 命就是神我 也會执著說 神我跟我這個身 到底是同一個 或者是 離開了身 另外還有神我不滅 等等 對於身是意義 而產生這種細論 還有眾生 於身中起種種絕 有的 生靜絕 有的生不靜絕 會 誤以為 身是靜的 那有的 官 官身不靜 有的又 產生副作用 有的比丘 產生厭禮 結果跑去自殺了 那這些就是有點超過 會產生副作用 另外有聲稱絕 念別人的過罪 那這種惡的絕觀 在修禪定的時候 經常在 經論裡面 會提到經常出現的 要嘛就產生探慾 要嘛就產生 這個叫慧絕 欲絕 稱慧絕 腦海絕 另外呢 有的還會 產生維繫的 親禮絕 親禮絕就是 做一做以後 想到家人 想到國土 安危 想到不死絕 我這樣 做一做啊 什麼時候 可以活著長壽啦 等等 或是對身體 產生那種不安定的感覺 那這些 就是比較 跟修行 有點打閒差的這一種 這都是絕 我們在 修學生念處的時候 這些 不好的絕觀 通通要去除 有人觀齒生 那生為何法 諸身分邊 是一還是一 身分就是身的部分 頭啊 腳啊 我們之前也有提到過嘛 有人討論 身的部分跟整體 是一還是一 等等 我們 行者修學 類似這些 意 意 欲絕 會絕 腦海絕 不死絕等等 這些絕呢 都不生 為什麼 產生這些絕觀呢 對修行沒有利益 妨礙 密判道的緣故 另外 提到 菩薩 跟 二聖人 還有凡夫的差別 其他凡夫跟身分人 取身相來觀身 那菩薩 那智慧比較高 可以不取身相 就能夠觀身 所以說 不生 身絕 第六個問 勤精進一心 其餘的世間善巧方便 從無始世界以來 經常 修學操作 如 離開 平常人這個比較簡單 離開 朋友就比較困難 知識就是朋友 那有的離開 朋友還比較簡單 要別離父子 那就比較困難 有的別離父子比較簡單 離開自身 比較難 在更上一層 離開自身還比較簡單 離開心 那就很困難 要讓 心 沒有掛礙 能夠安心的 走啦 沒有血心雜念 這不容易 如果不一心勤精進 當然是 不容易得到 譬如磚睡求火 或者是磚目求火 這個要一鼓作氣 一心 非常精進 不休不息 不休不息 才能夠得火 所以說一心勤精進 好 第七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只有說除貪憂 論主回答 貪如果去除的話 那五概 貪欲一去除 撐慧睡眠掉毀 疑 也都能夠跟著去除 就像破除一樣 開始那一節一破 其他節就很容易破除 再來 覆次 行者遠離五欲 出家學到 有的 捨去了世俗的 五欲樂 不過還沒得到禪定樂 那有的 他心很急 那五欲樂沒有了 那很快 希望得到禪定樂 禪定樂還沒得 現前又沒有五欲樂 心裡產生憂念 如雨樂水 有的人 他求這個樂 渴求這個樂事 就像 視之如命那樣 像雨 把水看成是他的性命 他不能夠離開水一樣 那有人想要得樂 不管是五欲樂 或禪定樂 心裡非常的念著 心向如釋 長求樂釋 視樂釋如命一樣 那還沒得 得禪定樂的時候 他又退回來 還念本所欲 禪定樂既然得不到 那有的又 回來 追求五欲樂 所以行者多生 此二心 要嘛就貪求樂 得不到又起憂 貪憂 所以這裡講 佛說當初貪憂 這是主要的啦 當然煩惱不止這些 但是這是最主要的 說貪 那連帶的人有說到 世間喜 以相應固 貪憂 所以憂 喜 人身不靜 只不过是一层薄的皮覆盖表面而已 所以一般人会先产生静的颠倒相 本来不静的身我以为是清静的 之后产生其他的颠倒 会产生热的颠倒 长的颠倒 或者我的颠倒 以是故初说不静观 再来众生多贪酌贪欲 取静相 称慧写见不耳 所以先至贪欲乃观不静 接着答第九问 第九问说 你观身不静 那为什么还要念身 四位以行住坐卧呢 念身四位以等 先欲破身贼 得一心人所为之事 皆能成半 就是我们要观身不静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个比较维系的 有的是观内心 也没有贪欲 五臣 五概等等 但是身到底端正不端正 行为是不是合乎正道 有的要先破滤 所以这里说你要观 比较维系的 不静无常空无我 先破身贼 那就先检查身的四位以 所以先来分析推求 他身的所作所为 行来坐卧 坐禅 语莫动静 观身所作 是不是经常一心安详 不错不乱 有的毛毛照照的 上课也迟到 然后慌慌张张的 种种种 这个的话 也就是刚来的 就没办法安心 我们早点来 还没开始之前 也不要再等 这法师是不是迟到了 这不用去管他 这个时候即使 法会开始 或者早晚课 你就进去那边 事实上那时候 最好调身调习调心 不是在算时间 什么时候快到了 这个不管你的事 这个时候其实是 慢慢调身调习调心 等到一开始的时候 马上可以上路 那像这样子 身 四位以行住坐卧 语莫动静 都安详 不错不乱 像这样子观察 以不敬 三昧亦得 再进一步 来观身 不敬 去除 这五概五欲 就容易得三昧 再来提到细心关系 身虽然是安详 内有种种恶觉观 破坏其心 身虽安详 这个我们对照一下 一三五十页前面的这一部分 它这里主要是交代经的 为什么前后次第这样安排 身安详 主要就是行住坐卧要正直而住 然后观察来去衣食 卧觉 就是语莫做产 经常一心 身安详 但是有的身 表面上看起来行住坐卧都很有威仪 但是内心其实有种种恶觉观 刚刚有提到恶觉观 也的贪欲 还有称慧 脑害 也的又起亲以觉 经常意念亲戚相礼 也的意念国土安危 国土觉 也的又希望长寿不死觉 也的还有意念族性觉 就是我自己出生高贵的种姓 也的还有亲五觉 就是自己葬事自己的才学 侵犯他人 这些恶觉观都会扰乱修行 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来 明眼是可以看出来 一般人或许看不出来 但是内在种种恶觉观 所以这个也是破乱其心 以事故说 安娜班纳十六分 以防绝观 安娜班纳就是入出席 所以为什么接着 一三五五页这边 调身 以外还要调席来细心 就是要知习是长是短 等等 有关这十六圣行 我们等一下再说 安娜班纳一如先说 其实在大证里面 虽然是他提到如先说 但是我们详细的找之前的各卷并没有说到 有可能在略义的时候 就根本没有纳进来 有可能是这样 不过待会我再补充一下 与解释地论有关于十六圣行的 这个入出席的十六圣行 身既安详 心无错乱 身安详就是四位宜 衣食与莫动静 都很安详 心无错乱 就是细心观习 这十六圣行 心也没有错乱 不起恶觉观 然后行不进观 安稳劳固 不进观就是一三五五页的观内身不进 所以他的安排就是 先属习 出入习观以后 再来观不进 不进观跟属习观 这是二干入门 若先行不进观 狂心错乱固 不进反坐镜像 才能错乱 本来不进物以为是清净 佛法中 这两法名为干入出门 不进观跟出入习观 不进观者 所谓菩萨大事 观身 如草木 瓦石无异 就不要再贪作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